早上在総幕節目中有講到說 確定會投入2024的立委初選的嘛 那這部分有沒有跟會委員有關過 我想2024年的立委初選 我自己的定位是對我個人的挑戰 就是因為我今年呢 非常非常感謝我們松山區跟新一區的選民 那投票給我27000票 那是我們選區的第一高票 所以我也希望了解說呢 我們的選民朋友支不支持我 那也認不認為我有能力可以進軍到中央 那做這樣子的一個問政 包括可能對於現在的民黨政府 那未來我們當然不希望是民黨繼續執政 但是如果有一個萬一的話 那是不是能夠有強力的監督力量 在立法院裡面繼續替大家來喉舌 因為你說這是一個世代交替 就我的了解喔 今年就是各個選區裡面都有很多的年輕的議員 那都有可能出來投入這個2024的選戰 那可能很多人還沒有表態 但是我相信喔 尤其是在年後之後陸陸續續大家就會看到了 那我覺得在2022年的這場選舉裡面 各方你可以看到國民黨是相當的團結 尤其是年輕世代互相的中生代跟新生代團結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的2024年的選舉裡面 年輕世代一定也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那我一直都在講就是一個政黨重點在於說 誰代表這個政黨會變成是民眾對這個政黨的印象 所以如果代表國民黨的讓一般的民眾都認為是年輕的 是清新的 是有活力的 是有戰力的 那當然更多的一般的來贏支持者以及擴集到中間選民 他們會更支持國民黨 委員為什麼會覺得費委員需要被世代招替 覺得他的年紀到了嗎還是 這跟他沒有關係 這是在講就是整個整個國民黨的風潮 整體國民黨的更新 以及整體國民黨有戰力有戰功的人能夠被看到 能夠有在上一層樓的機會 能夠有替大家服務的機會 所以我並不覺得有任何人什麼年紀啊等等的這些問題 不是是我對我自己個人希望有一個新的挑戰的目標 委員會不會想要自己再拼一屆呢 就是接下來2024大家關心說你的動態 我建議啊徐曉飛議員啊還沒有上任 現在黨內啊又面臨著王洪輝的補選 王洪輝的補選啊是為黨再打拼 多想想黨啊 先把王洪輝委員的補選 大家來把他讓他成功的上來 為黨保住這一席 我覺得比什麼都要重要 此刻他要講什麼話我通通都尊重 但是把把黨的把黨的事情呢先做好 是 最新的一席 說得好 是 最新的一席 禮詞 這日本有 Extrem Dat bas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